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讲讲套接口的血项 也就是啊 SID SOCK OPT这个函数啊 那么这个函数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主要就是用来设置为 允许发送广播的数据 好 它呢一共有几个猜数呀 大概有五个猜数 那么第一个SOCK FD 不用多说吧 应该是文件描述符啊 那么第二呢 叫做LEVEL 是不是层次的意思呀 对不对 等级层次的意思 第三呢 叫做OPT NAME 叫做选项的名字 下一个呢 叫做OPT VALUE 选项的值 最后一个呢 OPT LAME 应该是选项的大小 是不是啊 返回值成功返回0 失败返回 复1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LEVEL 怎么去设置啊 那么LEVEL呢 我们可以设置为 SORGON SOCKET 然后呢 OPT NAME呢 也就意味着选项的名称 我们可以将其设置为 SORGON BROADCAST 那么也就意味着是 允许发送广播数据报 那么除了设置这个以外呢 还可以设置其他的 比如说 SORGON RECEIVE BUFFER 或者是 SORGON什么呀 SAND BUFFER 就是接收缓冲区的大小 和发送缓冲区的大小 一定要注意啊 那么然后呢 OPT VALUE的类型呢 它主要都是 硬的类型 那么这是关于 我们的SORGON BROADCAST 这个函数啊 那么它的功能参数返回值 也在咱们的笔记里面 给大家写到了 那么这个LEVEL这个参数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不光可以设置为 SORGON SOCKET 还可以设置别的 比如说 我可以设置为TCP层次 或者是IP层次 我们可以设置为 IPBROAD-TCP 或者是IPBROAD-IP 那么其他值呢 我们后面再说 那么如果说 把选项的名称设置为 SORGON BROADCAST 那么就是允许发送广播数据 那么此时 OPT-VALUE这个值呢 其实它就是来设置 到底允许还是不允许 那么所以 这个位置 如果将倒数第二个参数 设置为0 就表示不允许 设置为1 就表示允许 那么最后一个参数呢 就是Option什么 VALUE的大小 那么没有什么可说的 反而知 刚才已经说过了 所以这个还说呢 也没有多复杂 我们就爱不就掰 去传餐 是不是就可以啊 对不对啊